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说到操作系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Windows和MacOS 这两套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的交互体验 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 电竞玩家往往会选择Windows来体验更完整的游戏生态 而因视频创作者则更青睐MacOS优秀的色彩管理和功耗控制 我们若将视线从普通的消费级计算机转移至企业服务器级计算机 情况完全变了 Linux操作系统成为主导 根据知名网络技术调查网站W3TEX的最新统计数据 近六成的网站使用Linux操作系统 除此之外,我们所使用的安卓手机底层使用的也是Linux内核 那么,普通用户能不能在自己的电脑上体验Linux系统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创建Linux虚拟机或者安装双系统 如果你是Windows用户 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它就是WSL 它是微软官方推出的 适用于Linux的Windows子系统 使用WSL Windows和Linux做到了深度融合 不光可以在Windows系统中运行Linux指令 还可以在Linux中运行Windows指令 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可以在Windows中打开拥有图形界面的Linux程序 甚至可以直接体验Linux桌面环境 最重要的是,不同于传统的虚拟机或双系统 WSL打开和关闭的速度极快 只需几秒即可完成 用户还可以同时安装多套Linux操作系统 比如办公常用的Ubuntu和黑客必备的Kali Linux 今天这期影片,我将从原理和实操两个方面详细介绍WSL WSL英文全称是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这套概念由微软在2016年提出 初代WSL被设计为一个翻译层 将Linux系统调用动态转换为Windows NT内核调用 从而使Linux程序能够在Windows上运行 然而这种翻译层架构缺少真正的Linux内核 使得Docker等依赖Linux内核的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 微软在2019年推出了WSL2 这次底层架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WSL2使用Hyper-V轻量级虚拟机替代了原有的翻译层 虚拟机中运行着一个定制版的Linux内核 这一改变带来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实现了接近真实主机的操作体验 WSL2与VMware等传统的虚拟机不同 它启动时没有BIOS硬件初始化过程 其内存和硬盘状态是预先初始化好的 当启动Linux时 系统所做的只是解冻这些预初始化的资源 这种随时待命的休眠进程机制 使得Linux实力可以在短短数秒内快速启动 借助WSL2 用户可以安装并运行多个独立的Linux发行版实力 这些实力事实上共享一个底层的Linux内核 接下来 我将围绕WSL2 详细演示Linux实力的安装和使用过程 包括运行Linux图形界面程序和桌面环境 我们来到Windows电脑 安装最新版的WSL2 有一个先决条件 必须使用Windows10的19041内部版本及更高版本 或者使用任何版本的Windows11 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Win10 需要检查一下版本号 我们使用快捷键Windows加R 打开运行窗口 输入WMVER 点击确定 在弹出的窗口中检查内部版本号 保证它大于19041 如果当前版本不满足要求 则需要更新Windows10系统 或者改用旧的安装方法 可以参考微软的官方文档 检查好后 我们点击底部搜索栏 搜索CMD 点击打开命令提示符 Windows11的命令提示符 默认在新版的终端APP中加载 界面风格比传统风格的CMD更现代 现在我们输入WSL install 点击回车 这行指令会帮助我们下载 并安装最新版的WSLR 同时安装一个Ubuntu系统实例 这里需要我们设置用户名 建议使用英文小写 然后设置系统登录密码 再次输入密码 当看到我们刚刚设置的用户名 at主机名时 说明Ubuntu系统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点击顶部的向下展开菜单 发现这里并没有显示 刚刚安装好的Ubuntu命令行 现在我们关闭CMD并再次打开它 可以看到Ubuntu命令行了 点击它可以进入命令行来执行Linux指令 也可以在CMD中使用WSL指令 快速进入Ubuntu命令行 使用Exit指令可以退回Windows CMD Linux文件我们还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C复制这个文件 然后Ctrl-V将其粘贴到桌面 实现跨系统的文件复制 当然将Windows文件复制到Linux系统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Ctrl-C复制 Ctrl-V粘贴 这样也可以跨系统复制文件 在Windows CMD中 我们运行WSL List Verbose 来查看当前Linux实例的状态 可以看到我们的Ubuntu系统正在运行 使用的WSL版本号是2 我们使用WSL Update 确保当前版本是最新的 然后使用WSL Shutdown来关闭它 我们再次查看运行状态 可以看到Ubuntu系统已经关闭了 我们也可以使用缩写指令WSL-L-V 来查看运行状态 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 在安装任何Linux软件前 建议将软件下载来源 从默认仓库改到内地的仓库 比如清华大学镜像站 来提高下载速度 接下来我将演示如何更换下载来源 其他地区的朋友可以跳过 接下来这段操作 首先运行LSB List 来查看系统版本号 如果版本号大于24.04 运行上方展示的指令 如果小于24.04 则运行下方展示的指令 运行这些指令后 我们就成功将软件来源 调整为清华大学镜像站 换源完成后 我们来安装并使用 带有图形界面的Linux软件 首先需要更新包管理工具 输入速度apt update 点击回车 更新完成后 输入这串指令 安装文本编辑器 安装好后 我们输入 gnome test editor 后加上要打开的文件路径 点击回车就可以打开了 接下来我们来使用这个指令 下载文件管理器 下载好后 输入noteless回车运行 打开后 我们就可以浏览Linux系统中的文件了 最后我们来安装几个小工具 输入这个指令 点击回车 下载好后 输入xcalc 回车 可以打开计算器 输入xclock 可以打开时钟 输入xeyes 可以打开一个眼睛窗口 眼睛会注视窗口中的光标移动 以上这些图形界面程序的运行 依赖于微软的开源项目 WSLG 如果想体验Linux桌面环境 我们需要借助另一个开源项目 XRDP的帮助 通过远程桌面连接的方法 访问Ubuntu桌面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 WSLG和XRDP 是两套独立的图形界面方案 无法共存 开启XRDP 必须关闭WSLG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来关闭它 首先打开文件管理器 进入用户文件夹 确保显示文件拓展名 右键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将它重命名为 点WSLConfig 重命名好后 右键使用记事本打开 按照展示的这套写法来编写这个文件 这里的memory设置为16GB 这意味着WSL最多使用电脑的16GB内存 这个内存大小建议设置为8GB以上 且小于电脑实际的内存大小 比如我的电脑是32GB内存 因此这里我设置为16GB Processors等于6 指的是WSL最多使用6个CPU虚拟核心 这里建议设置小于等于电脑CPU的真实核心数值 这里的Swap 指的是设置Linux虚拟交换内存为4GB 接下来的这行代码 指的是保证Linux 与本地的Windows主机网络互通 接下来这行的含义 是禁止在WSLR内 运行嵌套的虚拟机 避免额外的CPU消耗 最后 GUI Applications等于FALSE 意味着关闭刚刚介绍的WSLG 编辑好后 我们使用快捷键 Ctrl-S保存 然后关闭记事本 重新打开Windows CMD 然后运行WSL Shutdown 再运行WSL 实现重启 使得刚刚编辑的配置文件 生效 现在打开Ubuntu命令行 运行这行代码 来安装桌面环境 这个过程需要10到20分钟 安装好后 运行这行代码 来安装刚刚提到的XRDP 如果在安装的过程中 出现这种网址 无法解析的错误 可以使用Sudoaptupdate 来解决 如果运行update时 也出现地址无法解析 这时候我们关闭 并重新打开Ubuntu命令行 再次执行刚刚的指令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再次执行Sudoaptupdate 完成后 重新运行刚刚安装XRDP的指令 安装好后 我们执行这行代码 将Ubuntu远程桌面的默认端口 从3389改为3390 因为3389端口 被我们自身的Windows系统 远程桌面占用了 改好之后 分别运行这四行指令 对我们的桌面环境配置文件 进行更改 之后运行这两行代码 保证XRDP已经重启并运行 完成后 我们在搜索栏搜索 远程桌面连接 在计算机这里输入 Localhost 冒号3390 注意是英文输入法的冒号 然后点击连接 点击是 然后输入我们下载 Ubuntu 10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OK 接着就可以进入桌面环境了 我们打开自带的火狐浏览器试一下 可以看到能够正常访问网页 至此 我们的桌面环境就安装好了 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下 如何安装多个Linux系统实例 我们重新打开CMD 输入WSL List Online 查看所有可供下载的发行版 也可以使用缩写指令 WSL-L-O来查看 这里可以看到Kali Linux 这是一个黑客必备的Linux发行版 运行WSL Install Kali-Linux 下载好之后 我们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完成后就可以成功进入命令行了 使用LSB Release-A指令 可以查看当前的系统名称和版本 使用Exit指令 可以退回CMD 现在我们来使用 WSL-L-V 列出所有安装在本地的系统实例 注意到有Ubuntu和Kali Linux两个实例 Ubuntu前面的星号表示它是默认实例 也就是说 我们在CMD中运行WSL指令 默认会进入Ubuntu命令行 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将默认实例改为Kali Linux 这样运行WSL 就会默认进入Kali Linux了 和刚刚一样 虽然已经下载好了Kali Linux 但是在终端中还是看不到 我们需要关闭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现在打开Kali Linux命令行 先使用Sudo apt update 更新包管理工具 完成之后 使用这串代码安装桌面环境 这套环境比刚刚的Ubuntu要好 配置很多 不需要使用远程桌面连接就可以实现 安装好后会出现这个配置界面 首先需要选择键盘布局 使用键盘上的上下键可以切换布局 点击回车确定 然后会继续安装一些必要组件 完成之后 我们输入kex点击回车 这里需要设置一个桌面环境的密码 设置好后 这里可以输入n 点击回车 接着就可以进入桌面环境了 点击上方的黑框 可以进入命令行 这里同样预装了火狐浏览器 点击左上角的Kali Linux图标 可以查看预装的软件 如果需要退回Windows桌面 点击F8 选择disconnect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如果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转发 这里是第一科技站 欢迎订阅本频道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本频道